前总理李克强促事的消息今天早晨传出 震惊外 很多网民都觉得难以置信 大道质简 有全部任性 不搞大水漫灌 不透支未来 李克强出身共团 担任三届政治局常委 两届总理 留下不少金 去年中共二十大 外界本来猜测67岁的他可能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不料名字没有出二十中央委员名单 今年三月结束十年总理生涯 但出正李克强 1955年7月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干部家庭 年时代求学于供职于安徽省文使馆的国学大 李成文革期间到凤阳农村插队 他曾说 我 在高毕业以后 没能够上大学 而是去农村当了农民 即养活自己 李克强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 第P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 曾任北大学生会领袖 1982 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委书记 被选为团中央常委 83 起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后 补书记 书记 工作于 他先后攻读完北大经济学硕士 博士学位 博 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荣获中国内地经学界最高奖项 孙野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1993年 38的他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成为正部级 1998年 42的他被派往中部贫穷省份河南 成为中国最年的省长 后来担任省委书记 2004年 调任辽宁省委书 李克强在团中央工作长达15年 与原中共总书记锦涛同出身共青团 渊源深厚 2007年中共十七大前 他一度被视为中共接班人 但结果是与习近平双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确立为接班人 则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2013年3月正式接替温家 担任总理 大道致简 有权不可任性 不搞大水漫 不透支未来 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黄河将不会倒流 李克强担任总理十年 也有不少金 折射其政经思维 讲话习惯性攀开双手 不过 在管经济之下 国务院在经济方面更多的是扮演 行角色 今年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一年 也是我单总理的最后一年 去年三月 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次说 十年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6.6%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均贡献率达到38.6% 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14万亿元 占借经济比重超过18%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